那近來企業還是很多都開始在做抗原快篩 那有時候他們還是有一些疑問 由醫事人員來執行就可以 那其他我們都可以協助來媒合 那重要是說快篩陽性的時候 一定要進行通報及PCR的檢測 那也要安排就是一些臨時的隔離安置的場所 如果是快篩陰性還是要需要進行自我健康的偵測 那我們也製作好一些檢疫的表格 讓大家可以跟相關的地方政府 再可以做一個聯繫跟通報 讓我們也容易掌握大家快篩的一個結果 早上我們也開了會 那針對不管是這個晶圓的事件 或者未來在這個工業性掏竹苗的 相關的這些園區 還有全國的相關勞工的一些管理 我們也做了一些討論 首先第一個部分 我們自期日起到三級警戒期間 只要所有的非必要的轉換到新雇主的作業 都暫緩作業 那這其中包含了合議轉換 以及期滿的轉換 那有一個除外的條款 也就是在這個移工 這個期間除非有受到性侵性騷擾 暴力毆打 或有人口販賣的安全之餘 我們會定為主治 第二個部分 自即日起到三級警戒期間 我們也針對同一雇主 不同廠區之間的派工 一律暫緩 那同時第三個部分 勞動部昨天也修正了這個移工的指引 移工管制防疫的指引 那昨天已經發布 有關企業快篩的部分 因為這個對於我們很多的企業來講 能夠進行快篩 對它維持移民非常的重要 那很多的企業 目前都依照5月30日 指揮中心所公佈的幾個原則 目前已經開始來逐步展開這個 這個快篩的作業 那他們的做法 大部分都是先跟醫療院所來合作 因為現在有很多醫療院所 比方原來在做健檢的 體檢的 或者醫美的 還有一些檢驗機構 有我們企業有跟他們來建立合作關係 我們也有協助媒合 這個醫療院所跟這個企業之間 或者需要快篩試劑的話 我們也會鎪合這個生產商 那麼讓他們能夠來逐步依照 這個指揮中心所規定的這個原則 來進行快篩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求 這個快篩必須要由醫事人員來執行 那麼依照傳染病防治法規定 如果有碰到陽性的話 這個就要先隔離 那等到PCR的檢測結果 這個人就要加案了 看來是非常熱的 這oqu Waes 你告訴我 這個人就要看不夠 你的臺 過來 在這個前面